一个工人在启德一个地盘被公子铁击中死亡 劳工处将会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承建商说会配合调查 发生事故的地盘位于牧原街 事发之后大幅棚架松脱掉在半空 消防之下就两点多接步 一个6米长大约10吨重的公子铁 由地盘17楼墮下 之后在2楼平台大堆足之下 发现一名41岁印度裔工人当场证实死亡 当局指初步调查发现 这名工人当时在16或17楼踏建棚架 身上有戴上安全带 突然被公子铁击中 之后连人带公子铁度下至平台 根据地盘的同事的了解 不是钓的 公子铁暂时已经装固了 至于为什么钓下来 其实现在劳工处和地盘的工程师都在研究 事发后警方封锁现场 伍佑当时在现场的工人说 当时事发突然 差点走避不及 消防一共出动45名消防员 7名救护员到场派出搜索犬 并且使用生命探测器 确保现场没有其他伤者 这个地盘属于南风集团所有 承建商系协庆建筑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坤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